他的欄杆有玄機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LOGO 第一代的台北師示輝 老台北長怎樣 導覽員拿著舊照片 重現當年樣貌 大稻埕就是台北的TK族 從大橋頭捷運站 一行人散著步 沿著台北橋走入大稻埕的心臟 就像通往時光隧道 迪化街就是大稻埕的靈魂手站 台北保留最完整的老街區 在清末日治期間 展現豐富生命力 陽樓商行一棟接著一棟 一個大時代的風華 藏在古色古香的磚瓦裡 這個大概90年的歷史 草綠色的磁磚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開始流行 各位你現在我們二部戰爭 都用飛彈對不對 可是以前是什麼 通炸機 再的炸彈到天上飛 那對保護色 若不是老師導覽 一般人很少會仔細挖掘 大稻埕往事 這些百年建物之所以留存 並非偶然 而是經過一番衝撞 民國70年代的時候 比較接近解緣 慢慢就放鬆了 就有一部分人就說 迪化街是台灣史上很壯的一個街道 他們希望這邊的老街可以保存 所以就主持了 我愛迪化街運動 所以當時迪化街就分兩派 那有一派就希望趕快改建 那有一派希望保留 於是向這處咸豐元年1851年新建 在迪化街的第一間街屋 05湖故居得以屹立不搖 你覺得那兩個窗最少的用途是什麼 以前這邊自然不好 它有時候是關門營業的 你來那邊敲敲門 它就把它打開像貓眼一樣 它就從上面垂掉那個籃子下來 歷史被保存卻不甘只淪為活標本 得注入活力 才能為地方創造新價值 這邊曾經就是沒落過 有一些青年進來 對 那他們就開始跟這些 老屋主的這些屋主談 然後在這邊引進一些新的產業也好 或者是說把這個舊的產業 再重新包裝也好 那我覺得現在做的已經相當不錯了 在這能看到各種不同商店 有的是在地好幾代經營 也有從外地來扎根的 都重現大稻埕與神俱來的 包容力 我們是因為八八風災成立的 小林村滅村事件那個八八風災 由社會企業進駐 也有提著一卡皮箱再次創業 登上國際的內衣品牌 直接落找在百年老宅 在這邊接待了這個 超過30個國家的客人 百團以上的導覽團體 目前只有一個人回答出 三位輸入是什麼輸入 剛才所看到的導覽 是永續旅行品牌 島內散步的其中一個行程 您也許會想大稻埕已經很有名 還需要特別介紹嗎 島內散步想做的 是把地方文化歷史脈絡 深刻烙印在旅行者心中 徒步旅行 跟我們以前坐的遊覽車 到處一個地方就佐馬看花 這個當然就很不一樣 那我們希望用漫步的方式 用這種跟在地互動的方式 漫步大道城 新舊交融之間 跨越世代的文化殿堂 讓參與者經歷一趟深度之旅 有些老皇族為什麼沒有崩塌 他們的建築設計 我也很好奇 以前就覺得 迪化街的印象就是半年貨 然後現在來就覺得 哇 還變得好時尚 為什麼想要參加這個活動 因為我想雪池 我在美國的同事 比我土生土長台灣 了解台灣更多 所以我想來參加 然後我也很贊同老師 他們常常講的 就是你要越在地 你才可以越國際 島內散步執行長邱毅 從大道城起家 用在地觀點訴說家的故事 對他而言 永續旅遊的概念很簡單 因為談到永續這一個 這名詞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直覺會想到 都是比較以環境保護啦 說是生態保育 但是我們認為永續這個名詞 它代表兩個意涵 第一個意涵是 它必須是以地方的視角 它是一個服務 那它必須要有 足夠的商業的收入而去支持 它才能夠持續的去發展 位在迪化街的辦公室 是島內散步的據點 2012年開始 第一場步行文化導覽 為了不打擾當地居民 不破壞環境 全程使用無線導覽機 尊重旅遊當地的人事物 是永續旅遊很重要的概念之一 因為大部分的人 把旅遊的行為 它可能當作只是一個 玩樂的一個手段 他其實覺得 我到這地方玩樂 我是來享受 所以它並不會去 它的行為並不會去 顧慮到地方的生活環境 它可能比較像掠奪似的 跟都市環境 幾乎是很不一樣的氣氛 下一站 讓我們遠離 喧囂的都市吧 這個驅使古道 其實它非常有歷史 它在新潮的時候 就自然形成這樣一條 通行的道路 遺山傍水 環境清幽 跟著旅人步伐 來一段河川資源巡禮 驅使位於新北市的新店 這裡擁有豐富的山林資源 刀蘭員說這裡是台灣現代化的起點 擁有營運百年 現存最古老的發電廠 透過這樣的行程設計 也讓民眾更了解在地的歷史文化 大台北地區 又不是只有台北市 還包括新店永和 這些地區的生活用水 都是我們眼前這一條新店 其實百分之九十八都差來供應的 由世外桃源的里山秘境 經歷兩百多年來 交通產業環境演變 留存了台北的歷史記憶 早期的房子呢 是在這個1819年的時候 其實差不多兩百年了 那時候就已經蓋起來了 緩緩拿起手機拍照 脫離都市快速的步調 節奏跟著慢下來 來住新店嘛 新店長大 然後想說欸 這竟然都是歷史系的 然後除了書上以外 也想要實際的走 走房屋 車長的地方 本身就對台北的那個水 我很有興趣 對 所以想了解台北是 喝哪邊的水 水從哪裡來的 從日式系 開始很重視這個山林資源的開發 透過這個去引發人們 對環境議題的關注 所以是希望透過這個方式 來進行所有的永續旅行 台灣有很多地方 值得探索玩味 對島內散步而言 要達到永續 最重要的還是得創造商業價值 隨著這個現在都會的發展 很多人就其實往外移工作了 地方的活力 感覺沒有像以前那麼好 但是我也希望說透過後續 我們現在對這條路線的關心 越來越多人來這邊走踏的時候 能夠去觸發引發這些 我們在地的居民 不管是在互動上面也好 或是甚至後續有可能是新的 商業的服務模式 走過全台多個縣市 設計超過四百條路線 傳遞文化價值 島內散步期望透過永續旅遊理念 翻轉在地能量 TVBS新聞 劉立成王浩宇台北新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